我今天 我今天感觉好沉重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进入教室之后 后来 因为 我觉得 今天是2月6号 早上的8点50 刚刚送完两个孩子 以前是只送老二 现在老三也 今天也一起送了 我害怕会迟到 现在基本上看导航的话 到学校的话是 9点48 所以目前来说OK的 昨天去冲浪了 然后 还比较冷 然后 时间很短 一开始浪还不错 但是 不要缓 然后前面比较急 就挺危险的 然后后来就风大起来 那些就不如波涛零零 就是那种小浪 就很难冲 然后没有冲多久 就结束了 这是 二三年的第二次冲 然后今天 星期一上课 那上课的话 上周 星期三上完课之后 那就发生了啥呢 做了好多个audition 然后 请同学 给我做 这个audition的 self tape 然后帮了我很多 两位同学 我觉得上课的另外一大好处 就是 你会有很多同学 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去做audition 去相互帮助 然后一些线下的活动 我觉得是上课的另外一方面的帮助 同学之间来做audition的话 我觉得有个好处是 大家彼此有一些了解 然后同时大家学了同样的东西 然后会有一些共同的感受 所以在分析角色啊 做这个sub tape的时候 会有一些更多共同的话题 这样的话 我觉得比 会有另外一种奇妙的地方吧 我觉得 好 我们待会马上上高速了 然后就开始塞车咯 我的不迟到计划继续成功 今天到达了学校在九点四十六分到达的 所以今天没迟到 我今天 我今天感觉好沉重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进入教室之后 后来 因为 我觉得 今天肯定我是要上台去做 那个imagination这个练习 然后呢 前面 前面有一个是日裔的演员 他一直就是比较 比较不爱说话 不爱跟别人沟通 然后 然后比较严肃 然后其实我能从他的那里看到我自己的一部分 但我可能我没有他那么严重 但是 就是能感受到 然后他上台 他上台在 在开始做他的imagination 他讲的是他的一个喜欢过的一个女孩嘛 然后说的说的说的就 前面还挺好的就已经很带入了就是说的很真诚 然后后来可能他自己不敢往深处挖 后面就停下来了 然后就说我说完了 然后 老师在问了他一些问题想挖掘一下他真实的感受 他到底想跟这个人说什么他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挖挖挖挖 反而就挖出了就是他不确定的一些东西 他其实他是第三代的日裔 他有亚裔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影响他 但他的语言来说 英文来说那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所以他又跟我不一样 那我有他的一些方面 我会有害羞或不太主动 比较被动的这种跟他相似 但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语言表达 我没有办法去表达的很好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那所以我看他的上台的表现 就让我产生了更大的压力 然后同时就是他讲的这些东西 跟我也有原来设想的有点类似 所以我就有点怀疑 我也讲的是一塌糊涂 然后不敢深入进去 然后觉得最后让别人觉得都是没有味道 然后自己没有太不真诚之类的 然后就这样让我就陷入了那种成就是就是困惑当中就是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想 其实我每一次都在想 但这次是因为我确实是要上了 因为这个马上要到剩下就没几个人了 然后他他都已经最很被动的已经在最后都已经说完了 那下一个我最后他说完之后我就举手了 我就说是我我我上我下一个是我 然后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就不是按之前一直在设想的跟我老婆说的那些话 那就是面对我老婆就是把对象当成我我的老婆 然后后来我想想哎呀我要不然我说我来说我的我孩子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我更好去表达一点 然后也同时也是我真实很有体会的东西 所以就就这么决定了 然后我刚要我刚说了我下一个是我 然后我他也问我那你选男的女的 对就是那个听听听听者是男的女的 我说是一个男孩因为我们不是有个18岁的男孩吗 我想选他 然后说完之后我出去 那个就有个韩国的学生女女生同学 他就过来他说我能不能插个队 就是我我在你你的下一个让给他他来先说 我当然就不好拒绝啊 我我本来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就说没问题啊 那就你来吧你先吧 啊就让给他了 让给他在听他的故事的同时呢 我也一直在觉得下一个就是我马上就在酝酿当中 哎酝酿的也是有点就是 没有听好他的然后又在想自己的 虽然比之前要好一点 因为觉得其实有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就就会让你放松很多 因为我已经去决定了下一个就是我嘛 所以我虽然有一些在考虑 但是没有之前考虑的那么多以前是处心居 就是处心积虑就是想的太太多太多 但这次就不管怎么样怎么想没想好怎么样想到什么程度你都得上 所以就还纠结这个所以堆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的感受 然后他这个韩国女生呢又讲了还挺好的 然后挺认真 然后老师就对他就后面就评论了挺多 然后我也没去看时间我觉得可能他结结束我那任何一刻我就是到我上去 没想到最后很久很久跟他就是跟他就是平了就是聊了很多之后啊 时间到了就是下课了就聊了很多之后我还仍然以为是马上到我了 最后一看时间已经一点钟了 所以这次又过去了所以我今天是很郁闷 还有还有呢就是这节课里面我发现了好多位同学都有很大的劲和把一些就是之前那些障碍排除了感觉就是已经跳出来了 反正我是有感受但是没有从行动上去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一直就让我还是会那种闷在心里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还是得不考虑那么多想那么多得及时的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是好是坏是对是错都不要管就释放出来然后你再去纠正它 那想多了你也未必就是能做的全对 所以做演员对于我觉得应该来说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挑战嘛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天分或者说你有没有哪些优秀的条件估计都会有一些挑战因为你可能 呃这一方面好那你可能有另外一些方面你没有突破因为做一个好演员我觉得就是得很放松把很多事情都把它变得简单起来 然后能够忘掉很多不去想那么多然后最后跟这个角色跟这个故事进入到进去 不管你是用过用你这种自我催眠天然的还是说学来的技术 总之目的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做到你已经进去了你不再是现在的你或生活上的你你是那个角色 但绝对不是生硬的按照剧本而是剧本设计的框架去做而是说你真正的从心里面认可的认识到 然后跟你本人融为一体 好很沉重我我我我做不到就是我很遗憾我做不到那种很放松啊就很好很搞笑这种 呃YouTuber就说的一些东西都是很无聊然后或者说很沉重多数都是这样 我做不到去演去去去去去去去做出那种很好很有趣的事情 我可能我可能能做一次两次但是我绝对不能持续 所以各位在看我的视频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也是够难受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得感谢你们如果你们是真的好多连续有看过的话我觉得你们是 啊真的是对我是一个支持 OK好吧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拜拜星期三再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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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